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酱油鸡的做法 首先准备半只鸡 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把它沥干水分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十斑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热锅倒油 有热之后放入蒜末爆香 再加入60克的冰糖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蒜末变成金黄色 加入大约700毫升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开大火把它煮开 加入两勺老抽 再加入50克正宗老师傅的酱油 把它搅拌均匀 采用正宗老师傅传统手勾酱汁的头抽 酱香味特别浓郁 味道鲜美 四头等的酱油 正宗老师傅头抽目前有做优惠 在Shopee下单两只可享用3块钱折扣的优惠吗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半只鸡放进来 煮大约一分钟 然后把它翻个面 继续再煮一分钟 把它淋上酱汁 一分钟后再把它翻个面 让它受热均匀 盖上盖子转小火焖15分钟 15分钟后再把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焖10分钟 10分钟后把鸡肉取出来 放入倒盘中然后放在一旁放凉 接下来把酱汁烧开 加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 把酱汁熬至浓稠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放凉的鸡肉切成小块 接下来把放凉的鸡肉切成小块 在鸡肉上淋上酱汁 再放一点香菜 香喷喷的酱油鸡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酱油鸡鲜嫩多汁 酱香味浓郁 真的超级好吃 做法超级简单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